謝謝主席喔 麻煩是不是先請 林審記長 還有退府會劉副主任委員 林審記長 審記長您好 就是審計部針對這次相關部會的各項決算辦理情況所提出來的報告 整體上面可以說是相當的完整 對很多缺失都有具體的指責 不過我想要進一步 第一個先請教 審議長的問題是 我們目前整個國家 在法定預算 佔總體預算非常高比例的情況之下 我們的財政可以說是相當的困難 那導致每年我們政府的舉債不斷的在上升 那針對新任的格魁 林泉林先生說他要落實減法原則 不會減人減事 這樣子一個政策方向 按照您過去這麼長久以來在監看我國政府相關決算 您贊不贊成 是的 在國家的財政狀況 長年來稅入都是不夠稅出的需要 所以都在法定的現有年來幾屆債務 政府也一直在推動現前財政方案 這兩年有稍稍在整個債務還有虧損有稍稍有一個減緩 那麼在報主登載 在未來的整個回林田院長他在財政罪方面呢 那麼他有提出要有一點像零基預算的基礎 那麼各部會在相關財源還有在稅出的一些控制要做一些 那我進一步請教一下主機長喔 每年辦決算 我們退府會的每年的決算大概多少錢 在103年度來講呢 退府會主管的這個稅出預算是有1200多億 那麼結算是1200多億 佔政府總體預算比例多少 整體預算在有一兆9000億 那麼他們的這個預算是1200多億 那麼不到10% 一個部會喔 將近佔到快要8%這樣子的預算 這個是我看大的picture嘛 一個部會喔 佔我們國家整體預算 快要8% 去年立法院在審今年退府會預算的時候 1246億 最後外交國防委員會喔 只刪減了789萬 那我看了這樣子的一個審查結果啊 我其實蠻訝異的 怎麼會刪減的這麼客氣 那代表說喔 有兩個可能啊 一個是他們都核實編列 有很多預算都是非常必要的 那另外一個啊 可能就是我們去年 本願輕輕放下 在你們今年103年所提出來的決算 大本的啊 以596到以597 你們隨便點出了幾個 包括了板橋榮家 照標沒有辦法完成 總體營造 浪費了327萬 彰化榮家浪費了495萬 鋼山榮家浪費了933萬 隨便加一加 浪費的金額就1755萬 沈記長這是你們做的報告對不對 是的 因為這中間我們經過考核 就是這中間一些計畫 變更 那麼有一些費用已經租出了 那這些不該花的 花了造成整個國家經費的浪費 接下來我們有沒有採取 什麼樣的懲處作為 是的 在我們考核各機關的這個 預算組繩還有計畫組繩 如果發現 那麼它有效能過低 或是有一些相關維輸 我們會通知 比如簽了通知主管機關 來我們請主管機關 請主管機關 好 剛剛我講的 我們先從這個決算開始 是的 他說點出了這個為師 你們內部目前 後續辦理的狀況是什麼 是就檢討改進 還是有具體的懲處 有關這個 中程計畫 98年到102年中程計畫 那現在我們經過了幾次的修正 因為有一些情勢的改變 我們必須做這個計畫的修正 那麼有剛剛委員所提到的這些缺失 我們都有做過檢討了 對啊 我知道你們一定要檢討嘛 審計部都已經提這個報告了嘛 是的 那我說具體人員有沒有任何的懲處 目前 目前是在那個檢討之中 103年的決算 你們目前還在檢討 還沒有任何懲處嗎 跟委員做報告 因為這整個計畫 是今年 今年3月份才整個完整 沒有關係 那檢討報告什麼時候會出來 因為那個 我們馬上就 我現在不敢做答應 但我相信 一個大致的時間嘛 不要讓大家感覺有可能時辰大喊 是的 我跟委員報告 我們這個 檢討報告已經送到審計部去了 那審計部我們看 來我們一起來回顧一下齁 是的 從2009年以來 退府會 被監察院糾正了幾次 作業草率 成本控制不當 工程管理不實 履約能力不足 發生嚴重虧損 2009年再一次 採購人員沒有專業資格 招標文件保密作業沒有確實執行 沒有審慎檢討底價 導致決標金額突增181萬 浪費工奴 2009年10月 平均每人 實得金額為法定 因領金額兩倍於 導致國庫每年蒙售新台幣1億元以上之損失 2010年 這個是糾正啊 你們的製藥廠 沒有按照藥事法的規定 來製藥 2011年 網固法定組織任由院方 控留員而不於捕食 導致臨時人員與日俱增 衍生同工不同酬 2011年 一樣 這個是對於你們榮民工程公司 跟新公司彼此之間的爭執 2011年 2011年 再次的 又被糾正 2012年 所屬人員與相同業者勾結 內部管理疏漏 導致未依該會規定及 冰障合約辦理158件 單身亡故榮民冰障 品質低劣 有愧值守 以及該等單身亡故榮民之所託 2012年 退府會支領月退縫的 退伍軍人 適用電價 缺乏法律授權依據 2013年 招標過程 獨厚特定的廠商 2013年 8月19號 在財務報告當中 沒有據實的做接載 2013年 這個是你們 一樣 是榮民工程公司 破壞生態環境的 2014年 招標文件 記載不確實 沒有按照規定 合定底價 2015年 這個是 你們 榮民公司 在民運化的過程當中 監察院 去年3月19號 導致追加增幅至少 新台幣1億8847萬 這個 就是我們的退府會 預算 一年 一千兩百多億 佔國家整體 預算的比例 這麼高 這個就是你們 過去這幾年的表現 我們如果按照 只看103年的 整個決算報告 我大概歸納了 審計部 點出來的 安養及醫療機構 運作效能不足 嚴重利益衝突 浪費大量公堂 資金管理不透明 違規情勢層屬不窮 濫用缺乏專業的高官 這個是 不是我捏造出來的 這個是在主機報告裡面 所有的缺失整理出來的 委員我可不可以回答一分鐘 首先 沒關系你回答一分鐘 如果主席還給我就可以 我OK 的確 今天團員給我們的 有一些是糾正案 有一些是調查案 那我們都會深切的檢討 有關責任 我們要該懲處的 我們會檢討懲處 另外剛才委員所提的 預算一千兩百五十億左右 其中一千億大概都是用在 退府的預算 所以我們本會用的預算 真的大概只有兩百七十億左右 也佔的比例大概只有百分之二十三 兩百七十幾億這樣的表現 你覺得OK嗎 我們需要檢討 跟委員再進一步的報告 兩百七十億裡面 有一部分是 大概大宗是用在所謂的救養金 大概接近一百億左右 另外還有所謂的一些健保這些費用之類的 所以真的用在我們行政上 並沒有多少 我看了齁 整個退府會的組織規則 我必須要講 是的 對於退伍軍人的照顧 是國家的責任 這百分之一百沒有問題 是的 但是看了你們在執行 對於退伍軍人的照顧 我必須要很遺憾的講 你們連這樣的基本工作都沒有做到 但是有一件事情 我可以確定你們做得很好 就是轉介高官 去擔任你們投資事業的負責人跟經理人 上一次林昌桌委員 在國防外交委員會裡面質詢過 你們說 你們在去年的時候已經更改了相關的辦法 是的 要以專業 要以管理人才來禁用 是的 我看了一下你們提出來的資料 某個客運公司的總經理 2015年8月1號就任 他的專業是什麼 他的專業是 某大學高階經理人 行銷系碩士專班財務管理 修了三個學分 這個是你們說的專業 2015年7月16號 一樣某大學財務管理學分班 四學分 2016年1月1號 公用瓦斯協會某某管理專班 這是一個天然氣公司的副董事長 還有另外一個2015年9月16號 某個大學企業經理人進修班 這些全部啊 轉介的都是高官啊 你們照顧所謂的榮民 照顧所謂的退伍軍人 實際的成效 審計部幫你們都整理出來啦 我現在問一個啊 可不可以開始秒回答一下 可以啊 那只要主席把時間扣給我 我都OK啊 現在 我齁 尋答是在你自己的時間之內 我現在只問你最後一個最簡單的問題 是的 你認為退伍會 有沒有不能裁測的理由 有 退伍會的哪一項業務 不能夠編到其他的部會當中 剛才跟委員所講的 就是要照顧這推出預官兵的 就學就業就養 剛才所講的這個比較高階的 到我們投資 這些業務沒有辦法移到國防部或衛福部嗎 還要稅行他們的整個政策任務 有安置 還要去經營這個事業 他們其實還有很多安全的 對啊你們經營的成效齁 我相信整個社會都看得很清楚 到底值不值得花這些預算 讓你們經營到這種成效 我相信社會上面有評價 其實我跟委員做報告 這些預算 其實到哪裡 都是需要去支出的 這跟委員做報告 你說退伍 能不支出嗎 救養金能不支出嗎 都是要支出的 這都是需要的 所以包括今天審計部裡面 其他的我們都不講 具體點出來的那一千多萬 按照你的觀點也是需要支出的 不需要有人負責 謝謝委員對我們的指教 這個我們一定要深切檢討 非常謝謝委員 沒有我最後只講一個 沒有我最後只講一個要點 是的 在國家的行政組織 必須要更有效率的利用 把好的人放到好的位置 做好的事情 我覺得退伍會的業務 可以直接併到國防部 可以直接併到衛福部 他們來做的表現 我相信會比你們做得更好 裁測退伍會 將是我們接下來推動 重要的修法方向 謝謝你們 國防與退伍真的是必須相連的 謝謝